这是一起发生在初中校园里的离奇案件 一名学习不好的学生被吊死在了学校的教室里 现场还有一位女老师被打晕在了地上 更奇怪的是 当时发现现场时这里的门是从里面被反锁的 在尸体的脚下还有一个用写写的摇字 将晕倒的女老师送往医院后 刑警老将查看了这里的情况 发现教室的窗户外面都是汗死的铁炸了 那凶手是如何从里面上锁并安全离开的呢 而这个晕倒的老师又为何会和一个学生出现在无人的教室呢 从学校的老师口中得知 下午学校组织老师开会时 突然一阵诡异的歌声从楼上传来 可当他们根据歌声找到楼上的教室时 却发现门已经被人反锁了 他们只好使用蛮力把门给撞开了 没想到一进去就看到了被吊死的学生 张超和倒在地上的老师王林 而且老师还称前段时间学校里发生很多怪事 校长已经不止一次在教室的墙上 发现一些红色的诡异图案 而且图案旁边还有很多类似威胁的文字 和一张写着地字的字条 刚开始学校以为这些只是学生的恶作剧 所以并没有当回事 可后来这个图案再次出现 而且学校的走廊里还经常传出一些诡异的歌声 这一下搞得大家都感觉 学校里出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老江听后怀疑有人在故意制造恐怖气氛策划杀人 随后他打算去校长那里了解一些情况 可当他路过走廊时 突然被墙上的一幅优化吸引了注意 画上的女人有些抑郁地看着远方 眼神中透露着对某人的强烈思念 可奇怪的是作品的名字却是摇篮曲 老江总感觉这幅画有点怪怪的 但具体哪里不对劲又说不上来 来到校长的办公室后 校长很惋惜地称 这已经是学校自杀的第二个学生了 半年前就有个名叫李昂的学生跳楼自杀了 而这个男孩恰好是被打于那个老师王林的学生 楼梯口的那幅画也是他画的 自从他死后学校就经常出现这种诡异的歌声 甚至还有学生说那幅画中女人的头发会自己生长 校方之前也抱过紧 不过一直找不到声音的来源 后来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 直到这次歌声再次出现 没想到又发生了这样的悲剧 老江听后猜测张超的死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于是他询问校长张超在学校有没有与人发生过冲突 不料校长有些犹豫地说道 张超在学校经常欺负其他同学 就在前两天他还和其他两个同学一起打了一个名叫刘伟的学生 不过他认为这些都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 应该不会扯上杀人这么严重的事情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后 老江二人准备去找这个刘伟了解一下情况 不料竟在走廊里碰到了一个聋哑的大爷 大爷企图用手语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还好老江之前在聋哑学校做过一工 在与大爷手语交流后他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 他称学校墙上出现的那两幅诡异图案画的是遇事复仇的恶魔 老江听后想起那幅画上的名字 还有老师口中的那些歌声 难不成凶手是在为半年前刘伟的死复仇吗 就在这时 医院那边突然打来电话说 那个昏倒的老师醒了 得到消息后老江二人立刻开车去了医院 从亡灵口中得知 当时他接到通知正打算去楼下开会 不料突然听到二楼的教室里传来一声惨叫 他随着声音前去查看 就看到张超已经被吊死在了教室 而自己也被人从背后一棍子打晕了 与此同时 法医也对张超进行了试检 发现死亡时间是下午五点半到六点 死亡原因是因为警部遭到压迫导致窒息 根据现场的情况 范队首先想到的就是亡灵自己作案 然后假装晕头 可老江疑惑亡灵为何要杀害张超呢 为了获取更多线索 老江二人决定从张超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 没想到半路上竟遇到了前两天被张超欺负的刘伟 不过老江却发现他情绪有些激动 询问之后才得知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跳楼的李昂回来复仇了 而张超和其他两个同学以前就经常欺负李昂 而且听说李昂跳楼时 他们三人就在现场附近 刘伟说完便好像害怕什么事的跑开了 老江听后决定去找校长了解一下李昂的情况 校长把二人带到李昂的合影面前 他称李昂是学校这几年最优秀的美术生 很多老师都很喜欢他 谈话间老江发现合影背后的油画上有一些不对劲 这幅画上女人的头发 确实比他在走廊看到的要短很多 难不成这幅画的头发真的会生长吗 正当他们疑惑这是怎么回事时 外边突然又传来了摇篮曲的歌声 他们循着歌声找到了一间仓库 打开门一看 发现之前与张超一起欺负李昂的另一名男孩 又同样被吊死在了屋顶上 脚下的凳子上还放着一个录音机 和一张写着篮字的字条 而录音机里仍旧不断播放着诡异的歌声 老江立刻将尸体带回警局进行尸检 意外地发现他的死亡时间竟和张超是同一天 如此说来就排除了王林的作案嫌疑 因为张超死亡之后 王林就被送往了医院 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犯队猜测凶手这样做的目的 可能是为了嫁祸王林 于是犯队便让老江和李昀去找王林了解一下 有没有什么仇家 来到王林的家里后 他的身体看上去已经并无大碍 询问中老江看着王林抱着的玩具娃娃 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 老江便拉着李昀在案发的楼下找东西 没想到在楼后面真的找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一个充气的假人 这下老江也更加确定了他心中的猜想 老江让李昀将所有人都叫到了那间教室 他将那个充气假人吊在了教室的中央 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由于当时教室里的光线特别暗 王林并不能看清是娃娃还是真人吊在那 所以才被提前藏在这里的张超从背后打昏 而王林昏倒之后 张超就将娃娃放弃从窗户扔了出去 老江认为这是一场精心伪装成他杀的自杀 并且第二名死者的现场基本和这边一致 所以也可以确定是自杀 可就在大家疑惑这两个男孩为何要自杀时 不料外面突然再次传来了摇篮曲的歌声 他们立刻跑出去查看 发现那三人中的最后一人也已经吊死在了操场上 死亡现场和其他二人一幕一样 警方还在尸体的身上找到了一封遗书 上面称他们几人因为以前经常欺负流亡 而学校内不断出现的诡异事情令他们感到害怕 整日被恐惧折磨的他们不得不选择自杀来解脱 回到警局后 老江与犯队都感觉这起案子有些不对劲 如果真的只是自杀那他们为何要搞得这么复杂呢 老江认为这封遗书的背后一定有猫腻 于是他决定再去现场查看一番 随后老江来到了那幅油画面前 他一直很疑惑 画上的头发为什么会自己生长呢 带着这个疑惑 老江决定将花带回警局仔细研究一下 第二天一大早 老江和李云又去学校调查 路上又看到刘伟在修剪路边的牵牛花 一问之下才得知 原来这些并不是牵牛花而是葫芦花 他称这些花都是他自己种的 这两个品种虽然外表看起来很像 但其实他们的开花时间是一早一晚 老江看着面前的葫芦花沉默了很久 忽然他好像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接着他将所有人都叫到了会议室 老江拿出一份50道选择题的试卷让他们答 很快 他们答完后都将是卷交了上来 老江二人对试卷进行了仔细的批改 通过试卷 他们可以确定真正的杀人凶手就在这里 老江称 这三起上吊死亡案件并不是自杀那么简单 而是经过刻意伪装的谋杀 他们今天所出的卷子每一道题都跟本案有关 他们出每道题的答案都是五选一 也就是说一个对案件毫不知情的人答对的几率也是在五分之一 现在大家的正确率都是在十道题左右 唯独有一份却完美地避开了所有的正确答案 老江认为只有凶手才会刻意回避所有和案件有关的东西 正在大家都疑惑这份试卷的主人是谁时 只见老江竟直接将试卷拍在了王林的面前 这下让大家都惊掉了下巴 他们认为王林并不是会做这样事情的人 老江告诉他们当时他去王林家里调查时 看到王林抱着的娃娃后 便立刻想到了凶手可能是使用的假人作案 而等到第二天 老江很容易地就在楼下找到了作案的工具 老江猜测王林的目的就是为了复义将老江的思路引到假人身上 王林听后开始反驳当时自己在医院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 老江熟练地掏出眼镜袋上 他称这一切一直都围绕着地狱摇篮曲打转 而楼梯口的那幅油画的名字也是摇篮曲 通过调查得知那幅画的主人李昂正是王林的学生 他猜测李昂的死应该和那三个人脱不了干系 自从他死后 学校才开始有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 他们三人虽然整天欺负别人 但实际上心里害怕得要死 王林就是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控制了他们三人中最胆小的一个 并把他当作自己行凶的关键 他推测王林在杀害张超之前 就已经先将那个胆小的男孩骗到了地下室给杀了 然后精心布置现场把门锁好 随后他就用同样的手法杀害了张超 还打开了收音机吸引其他人过去 再假装晕倒排除自己的嫌疑 而地下室却很少有人过去 所以直到收音机的定时到了才被人发现 可是最终暴露他的 还是那封在最后一名死者身上发现的遗书 遗书上的笔记虽然对比过确实是死者所写 可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当事人的名字 因此他认为这封遗书是男孩在被人威胁时写下的 男孩因为经常欺负李昂心虚 再加上凶手故意制造的恐惧 男孩因为害怕按照凶手的指示做了这件事情 不过警方发现死者在写信封时 可能是过于紧张导致手腕力度很大 将信封上面的地址清晰地印在了遗书上 而这个地址正是王林住的地方 老江之前还在王林的桌子上看到了一张李昂的照片 照片的背景就是那堵葫芦花墙 老江通过查询资料 发现葫芦花的开花时间一般在凌晨两点左右 能在凌晨还一起出去的老师和学生 肯定不会是普通的师生关系 将其带回警局后 老江拿出走廊的那幅油画给他看 原来当时李昂担心他们的关系 会给王林造成独立的影响 便在画的表面涂上了一层一擦就掉的水彩颜料 之后在上面画上了一幅其他的画像 干燥之后的水彩颜料渐渐地剥落下来 露出里面的长头发 所以看起来就像是画中的头发在慢慢变长 王林看到这一幕也不得已交代了真相 原来在李昂跳楼后 他因为太过伤心也走到了天台准备跳下去 却不料无意中听到了张超他们之间的谈话 原来李昂是被他们几个人不小心从楼顶推下去的 那一刻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这几个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